金山高中在创佳基 录取率高达百分之百 堪称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 而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考生是108新课纲底下的首届学生 透过学校挹注的多元课程资源 与教师专业知识教导 让金山高中在繁星计划就创下优异成绩 也让学生都能进入心目中的理想学校 繁星推荐入学放榜 今年金山高中榜单在创佳基 不仅仅是全校有30位的学生选择繁星计划 且30位全数上榜入取率高达百分之百 更加在榜单上还可以见到榜首式台湾大学法律系 相当有益的成绩 让全校师生都感到余有荣誉相当准分 今年大学繁星推荐是新课纲的第一届的学生 那金山高中在今年的繁星推荐里面 因为新的制度那新的一些入学方式 那金山中在这次繁星推荐里面 我们推荐的30名学生 那很荣幸的他们30名学生也全额入取 所以是百分之一百的入取率 今年的繁星入学计划榜单的学生 为108新课纲下的首届学生 因此榜单的成绩格外引人注目 金山高中面对全新课纲不但投入大量的资源 以丰富学生的课程 并且提升学校的软硬体设备 让学生有多元的学习 而老师们更是以专业的知识教导学生 如此也让榜单中的30位学生 有6位入取国立大学 而其余24位的学生更多数入取顶尖私立大学的商管学院 成绩是相当亮眼 透过繁星推荐的这30位学生 是属于社会跟自然学生的学生 那在学习历程档案或是自主学习 或多元学习表现方面 都能够有亮眼的成绩 那这个要归功于学校的老师的教导 用这些多元性的探索 让孩子来参与这样的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 这30位学生全都是金山在地就学的学子 究竟在住家附近的高中就读 省去通勤时间与住宿的经费 多了温习功课与拓展多元学习的时间与机会 让偏乡学生进入心目中 鼠疫的学校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是透过日常逐步扎实的学习 就可以有所时间 记得要平和金山采访报道